最近网上天天都有着王菲怀忍的消息 甚至还有网友爆出看到素颜的王菲在往商场的画面 肚子已经很大了 也不知是拍摄的原因还是真的要恭喜谢霆锋 王菲在唱歌可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天后级别的人物 但是在感情一直很受关注 自从与谢霆锋在一起后更是成了被舆论缠身的主 网上也是很多关于他们感情的各种传闻 总是会扯到两个人的前任 就是张博之跟你亚恒 这几年几个人之间总是各种新闻出现 王菲谢霆锋两人附和已有几年了 可是依旧没有传出结婚的消息 而王菲也表示婚间只是一张纸 只有爱情可以维持 结不结婚又有什么所谓 现在的王菲年纪也快过半百了 大家都知道王菲已经有两个女儿 我都是不同父亲 如果再次怀孕骂气 不是三个孩子不同爸爸了 对于这事后来有记者 还询问谢霆锋向他求证 结果却遭到谢霆锋一脸怒气的对 你是不是找死 简单粗暴 不得不说这风格和王菲简直是如出一辙啊 尽管谢霆锋没亲口承认 但更有传言 谢霆锋为了孩子能顺利出生 花了八百万祈福 谢霆锋和王菲两人在一起后 被拍到的照片都是超甜蜜的 不管以前关系怎么样 现在是很恩爱的 一个女人如果真爱她 希望被对方生一个孩子 一能竞价给小十岁老公秦厚厚厚 批了命才生下了女儿小米丽 他曾说 因为真的好爱她 所以希望能为她生孩子 也许对于王菲来说也是这样吧 所以才不顾自己的年龄这么高 还要为谢霆锋生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